你们知道银座菜市场的关东煮有多接地气吗 为了赶上秋天的第一顿关东煮 一放假我就直冲银座菜市场 据说那里有家开了五十多年的关东煮老店 可我在菜场转了半天 找到了卖熟食的小店 卖味噌的大缸 就是找不到卖关东煮的地方 先吃个鯛鱼烧再说吧 先挂面糊 切一段卡式打架 还有栗子酱 在栗子酱里买一颗团子 我问小哥栗子酱会不会很甜 于是 我还以为是蛋 尾巴也填满 另一边也不能忘 接下来只要一翻 再翻 就做好了 虽然小哥往里面放了满满的卡式打酱 可这一口咬下去 感觉这酱吃了又好像没吃 再咬一口试试 直接掉裙子上了 小哥为了符合我的口味也真的是拼了 传说中开了五十多年的关东煮老店 你可以买回去自己煮 也可以吃现成的 火腿肠 火腿肠 竹轮卷 小小包子的 咖啡 三个 蔬菜饼也来一个 年年150元 多谢 多谢 大人 多谢 已经在汤汁里泡到变色的福袋 哦 里面是年糕 哇 它们在汤上好好喝 要是里面有肉就好了 这个竹篮卷 看上去是一整条 给你们看一下背面 它是空心的 只要好吃就行了 嗯 非常的有嚼劲啊 奶奶说这个是水饺 怎么看都不像 哦 里面还真的是饺子 外面是有炸过的淀粉 里面有一层皮 然后里面有肉 蔬菜饼也是很均 嗯 豆芽 胡萝卜 韭菜 吃上去脆脆的 甜甜的 本来以为这是根脆皮肠 虽然它不是脆皮肠 但是这个真的超级入味 还一口爆汁 这个土豆有点大呀 感觉正在啃苹果 还是用筷子把它切开吃吧 这土豆中间还没熟 离开前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 走 走 是不是 不然 그럼 都没有